望线现代剧《许你两世情深》 第三集,蓝西晨给魏无线爸妈打了电话,说好礼拜六过去拜访,那边欣然同意。 很快到了礼拜六,前一天蓝西晨备好了礼物,第二天带着蓝望鸡去了魏无线家。 魏爸爸提前等在了门口,还特意叮嘱魏无线今天不要出去,蓝西晨和蓝望鸡要到家里做客。 魏无线一听,心里莫名高兴,还特意收拾了一下,就等着蓝望鸡来了。 魏无线突然想到小时候在蓝望鸡家玩的那几个月,那会儿的蓝望鸡很活泼,也很喜欢魏无线跟着他后面跑,跟在后面叫他蓝二哥哥的样子。 小时候魏无线很喜欢蓝望鸡,小蓝望鸡一岁,却总是说自己是哥哥,但是又叫蓝望鸡二哥哥,或者直接叫蓝湛。 为此,魏妈妈叮嘱了魏无线很多次。 魏妈妈阿英啊,你比旺鸡小,你是弟弟,你得叫哥哥,不可以直呼其名,这样是不礼貌的,明白吗? 小蓝望鸡阿姨,没有关系的,魏英想怎么叫都可以,我不介意的。 小魏无线一听,立马翘起来了吗?你听听,人家蓝湛的都同意了,您就别管了。 然后转身对着蓝湛说是吧,蓝二哥哥这句蓝二哥哥让蓝望鸡红了耳朵。 小时候蓝望鸡有好吃的,好玩的首先都会想到魏无线,都会留下来等着魏无线到他家的时候给魏无线。 小时候魏无线叫蓝望鸡二哥哥最多,蓝望鸡也喜欢,有好吃的也会先给蓝望鸡。 魏无线喜欢吃辣,蓝望鸡吃辣会胃疼,有一次魏无线有有好吃的给蓝望鸡吃,蓝望鸡知道是辣的,但是又看着魏无线很想他吃的样子,就吃了,还吃了不少,然后当晚进了医院,从那以后魏无线才知道,蓝望鸡是不吃辣的,吃了会胃疼,就再也不给他吃辣了。 那天哭了很久,蓝望鸡看着很是心疼,从那以后发誓,以后再也不会让魏无线为他掉一滴眼泪。 这边蓝西辰带着蓝望鸡到了魏家,魏无线听到楼下有声音,立马跑向楼去,就看见蓝望鸡站在门口,似乎在找什么。 魏无线跑过去,魏无线蓝站,你在找什么? 是不是在找我呀? 我在这儿呢,我等你好久了。 走,我带你去我房间,我有东西给你看,也不等蓝望鸡答应,拉着蓝望鸡跑了,边跑边喊,爸妈,西辰哥,我带蓝站去我房间玩。 魏爸爸,慢点,还跟小孩子似的。 西辰,进来坐,阿英还和小时候一样,喜欢缠着望鸡,快进来坐。 蓝西辰为叔叔,没事儿,如果阿湛和阿线玩,能打开心结,我也是高兴的。 魏妈妈,忘鸡的心病还没好吗? 现在怎么样了? 蓝西辰还没好,还是和以前一样,但是,最近遇到阿线以后,好像有所转变,愿意说话了。 所以,叔叔阿姨,以后我们可能会经常来打扰了,你们不要嫌弃才好呀。 魏爸爸不会不会,我希望你们多来才是,自从你爸妈,我们两家就联系得少了,以后还是要常走动,你叔父可好。 蓝西辰叔父很好,劳叔叔阿姨挂念。 魏妈妈好了,你们聊,我去准备午饭,今天我亲自下厨。 魏无羡在楼上大喊妈,做些不放辣的,蓝湛不能吃辣,一点都不能吃,为妈妈知道了,别只顾自己,多顾着些忘记。 魏无羡蓝湛,你快坐,我给你看个东西,你应该没见过,我小时候就想给你了。 可是,那天爸妈带我走得匆忙,我忘记了,后面到了云城看到才想起来,本来想后面有机会再给你,但是,又一直没去过了。 这些年,我一直保存得很好,就是想在遇见你的时候,再送给你的。 蓝忘记看着魏无羡翻找东西的背影,很是高兴。 魏无羡蓝湛,你看,这是小时候的照片,我让我妈做成了相册,都是我们俩一起的照片,你看,我小时候老爱追着你跑,你有印象吗? 说来奇怪哈,为什么就喜欢跟着你跑呢? 正看着,楼下饭做好了,魏妈妈叫吃饭了。 魏无羡走,二哥哥,我们吃饭去,看看我妈做了什么好吃的,我特意让我妈不要放了,我跟你说呀,我妈做饭很好吃的,你肯定喜欢。 说着,就牵着蓝忘记的手下楼吃饭,蓝忘记看着自己手被魏无羡牵着,没来由得更高兴了,跟着一起下了楼。 到了饭桌上,魏无羡拉着蓝忘记坐在自己旁边,给蓝忘记夹菜,蓝忘记都一一吃完,蓝西辰看在眼里,说到有阿线在,忘记饭量都大了些,老样子,忘记更喜欢阿线些。 蓝忘记听着,耳朵悄悄地红了,蓝忘记突然也给魏无羡加了菜胃英,吃,这个辣的,你洗,蓝忘记的动作看着很熟练,没有一点和对方很生疏的样子,在做得都很惊讶。 蓝西辰惊到忘记,是想起阿线来了把蓝忘记不说话,只是低头吃着魏无羡加给他的菜。 吃早饭,蓝西辰看时间也差不多了,准备告辞回家,走到门口,蓝忘记不想走,蓝西辰忘记怎么了? 是不想走吗? 今天已经打扰很久了,我们下次再来找阿线,可好。 蓝忘记,嗯。 转头对魏英说到魏英,我走了。 魏无羡,嗯,二哥哥,快回去吧,下次我去找你玩,我等一下给你打电话,西辰哥把你号码给我了,你到家呢我就给你打电话,可好。 蓝战,回去吧,路上注意安全。 到家联系昂,蓝忘记,嗯,魏英,电话。 说完,跟着蓝西辰离开了魏家。 路上蓝西辰开始找蓝忘记聊天忘记,今天开心吗? 蓝忘记,开心,兄长,下次,还去。 蓝西辰,看来多见见阿线对阿战有好处呢,下次我们请阿线来家里做客。 可好,蓝忘记,嗯,然后蓝忘记看向窗外,在想,赶紧到家,等会儿魏英要给我打电话。 蓝忘记的病情大反转,是在见到魏无羡的第三次。 蓝西辰眼里的弟弟不苟言笑,面冷。 性子也冷,人更冷,但是,自从自己的弟弟遇见魏无羡之后,笑容多了。 当然,这个笑旁人看不出来,其实,也不是看不出,而是他的这个弟弟只对魏无羡笑。 蓝 containers 蓝西辰 蓝西辰